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美国网友抵制事件升级 抱姥姥再遭辱骂歧视 谷爱玲恐彻底死心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 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按阿三的视频 给更多关注谷爱玲的粉丝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好的呀说一下 那么最近的谷爱玲这边的接收到了一连串的外网的一些攻击 那么我们也知道那么自从谷爱玲帮助中国队在北京冬奥会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之后呢 美国这边有一些网友可以说是彻底破防 在他们看来他们是觉得说是美国这边的培养了啊 谷爱玲 所以这一次谷爱玲规划成为中国的队员并且帮助中国队在冬奥会居然拿到了两块金牌一块银牌的这样的个好成绩呢 确实让这些网友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所以就在最近根据媒体的报道可以了解到呢最近的话这些美国的网友呢 也在网上发起了一个抵制的一个活动 并且呢签名要求斯坦福大学呢去公开开除谷爱玲这样的学生 大家也是那么谷爱玲呢已经被斯坦福大学的正式录取 可能接下来最近这段时间呢就要返回美国 去上大学 目前的话这些美国网友呢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签名的方式呢 来抵制谷爱玲回到美国去上大学 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的话整个签名的已经是突破了5000人人数 看起来呢还有不少人在参加的 而从目前最新的情况来看的话 其实除了这个签名抵制活动之外的话 就在最近呢整个事件也是再度升起 有网友就爆出的话在前段时间呢 国爱玲的姥姥其实在美国那边呢 还是受到了一些网友的歧视 目前根据媒体的报道是爆料出的话 有人分享说呢 其实前段时间了 谷爱玲他的姥姥呢在国外去生活并且外出买菜的时候呢就曾经遭到一些外国人的一些辱骂和歧视 可以说是对这个老人家呢是非常不尊敬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谷爱玲呢是非常爱他的姥姥了那么在每一次比赛啊 包括那么比完赛之后呢都要和他的姥姥见面 并且每一次外出呢都是带着他的姥姥 看得出来他真的是和姥姥的关系相当不错 和他的妈妈关系也是非常好 所以在自己最亲的人受到这样的攻击和歧视之后呢 那么谷爱玲呢 当时也在社交平台当中呢发文表态 并且去怒怼那些呢歧视他姥姥的人 并且觉得这种行为是相当过分 而且是相当不要脸的 所以其实啊从这一系列事件当中呢确实能够看得出来现在有些极端的美国网友呢 他们已经是容不下谷爱玲能够回到美国 甚至呢那么其实也是想尽办法呢 去歧视甚至是攻击他的一个家人 那么从这样的一些行为当中呢也确实能够看得出来 其实不仅是谷爱玲呢忍受不了这样的行为 其实包括很多的一些中国网友和粉丝啊 也是对这种行为实在是 看不下去也是一直呢在批评这种呢 非常过分的歧视攻击人的行为 而最关键的是本身我们也知道了那么谷爱玲呢一开始是打算回到美国上大学 并且之后如果说四年之后在那边生活的非常不错的话 真的不排除他有可能帮助美国队呢去参加一个比赛 但是从现在的一个情况来看呢我觉得美国这些极端网友的一些做法呢 真的让谷爱玲这边是彻底含心 彻底死心的 如果说之后真的是伤透性的话 其实真的不排除谷爱玲呢 真的不 想再回到美国那边去上大学 更别说之后呢代表美国队去征战 毕竟对比起来相比较于美国这边极端的一些网友的做法呢 其实中国这边的整体的粉丝和网友的态度对谷爱玲来说 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确实是非常友好以及友善的 而且这段时间谷爱玲呢不管是参加直播还是采访呢 他都能够感受到来自于中国这些粉丝这些善意 而且他确实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生活 所以如果将来这个事情不断的升级 发酵的话可能真的不排除谷爱玲呢会彻底留下来 然后去继续代表中国队征战帮助我们国家队呢取得更好的成绩 如果说真的是迎来这样的一天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又何尝不是一个好的消息呢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劳冬奥会 拜拜